这两天这个感冒 嗜碎 然后呢 吃不下这个太过油腻的东西 吃点花卷 吃点 烧饼 咸的 然后煮点稀饭 主要以卧床和这个喝温开水为主 那么 视频做的少一点 我不觉得有特别严重的事 必须要说 但是呢 看到了一些东西 不说好像心里又不怎么舒服 所以有一些视频我是放在这个 会员网站 然后不再对外公开了 原先会员网站的视频呢 是 我一次性的拍几个 拍完了以后这个定时的发放 那么在会员网站中 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 提前公开的 就频道会员可以提前看一看 那么今后呢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么频道会员的视频呢 就不再公开 如果有朋友认为这些视频 可以在小范围里公开 你们可以把它下载了公开 这个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本身也 不是很在意 那么 为什么想说话呢 因为今天有个人死了 叫张青 这个人我不熟悉 按照介绍呢 他是郭飞雄的老婆 我看很多人在高调地纪念他 把他抬得很高 其实我不觉得 有什么必要这样干 前两天关于这个胡佳根 曾经验的问题呢 我看也有很多人在站队 其实一年前 关于魏京生的问题 所谓的这个私生女的问题 也有很多人在站队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 分开 公益和私德 它是两码事 一个人在 公寓里所做的事 与他的私德 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 做的有点 不太按常规出牌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在内地维权的 他们其实 放弃了非常优渥的生活 来投身民权运动 有这种认识 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 但是有些做法呢 太知识分子化了 比如说你天天跟这个政权 对着干 仅仅是坐牢 都坐了好几回了 然后你还希望在你 妻子得爱症的时候 这个到美国去看他 你要写信给李克强 你怎么不写信给习近平呢 当我们选择一条道路的时候 最好 不要对退路抱有失望 我记得这个 普志强在一篇演讲中 说过一句话 有退路就注定没有出路 你没有向死而生的这种信念 你认为跟共产党捣捣捣蛋 做一些 你认为值得做的事 然后回过头来 你还希望 共军能够体谅你 能够 人道的对待你 之前我们看到过很多例子 有成功的吗 当你选择一条路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想清楚 我们今天 推行宪政 从走宪政道路的人 有太多人 对中共这个政权 抱有幻想了 大家往前翻一盘 看看辛亥革命的那帮人 在国内造的反 刺杀 清朝的官员 他们被 挂在城门口 有的人 是被寡刑的 他们对清政府抱有幻想过吗 中共不是一个可以合理非的对象 他们自己的说法 他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当你选择对抗这个集权的道路 就不要奢望 他有一天 为你放行 在西方国家 有很多被中共放行的人 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 我们其实不知道 最好也不要去研究 有太多的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醒悟过来 有些人本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更多的人是这个利益阶层的一份子 当他们踏出国门 到达西方世界以后 为了便于生存 他们转身 开始反对中共这个集权 但是他们没有反思过 自己之前的言行 他们只是说 今天 我认为这个集权是不道德的 你可以看到他们活得很精致 我也知道很多人在抓他们特务 为他们之前在中国境内做过的事 找后章 但是大范围呢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至少美国人不喜欢 美国人更希望的是 中共即便是暗自排辈出来的这些官员 无论是军方的还是政界的 经商呢 其实他无所谓 主要是曾经从过政 或者是曾经担任过一定职务的军人 军官 这些人 美国人是非常欢迎的 你要再有一个正牌的教授的名义 那就最好 至于你之前是不是共产党 有没有做过事 这个他认为不重要 他们要利用的 是你之前在中国社会 所积攒下来的名声和资历 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的人自身就是共军 出国以后 找个机会退党 或者被双开 然后他们就华丽的转身 并成民主的斗士 中国的积粮 这一类人还不接受批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 妖魔鬼怪轮番上场的 这种把戏 无论你愿不愿意看见 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 因为来的人比较杂 我又避不住自己 想表达自己的言论 然后一不留神就得罪人了 这种事 干一次 大家认为你比较幼稚 不会说话 老干其实就不好了 其他人也会对你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来了三年 很少参加这些活动 有一些比较投脾系的 他们组织的活动 我会去参加一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会躲进小屋 陈一同 不愿意太多的牵扯到这些 阵争之间 实际上有很多人 他们的名气很大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观点 他们只有按照需要 所产生的这些相对比较华丽的转身 因为有市场需要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